韩国选手凭借内的优势迅速抢占了第一的位置 而李坚柔处于莫无 但好景不长 接下来发生的是让他无比酸爽 看到这里不由笑出声来 一圈还没跑完 前面三位选手就莫名其妙地飞了出去 而韩国选手帮忙站起来后 又狠狠地摔倒在地 真是怕死碰上送葬的 倒霉透了 反观我国选手李坚柔却躲过了这场不可思议的灾难 让原本处于莫尾的他 一下子就来到了第一名 这个赛道上永远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戏剧性的 一块赛道就在这里发生了太多的意外 最终因为对手的出色发挥 李坚柔顺利拿下了这场比赛 打点了所有看不起他的人 不得不承认幸运也是实力的一种 而更让人无法置信的是 这戏剧性的一幕竟然还会发生